HELLO,大家好,欢迎回到这一次的Python学习教育当中来,这次呢我们会要讲到TensorFlow里面的Optimizer,也就是优化器,那TensorFlow里面的优化器呢,它会有很多不同的种类,最基本的一种呢,就叫Gradient Descent,Gradient Descent也是机器学习当中最为重要或者是最为基础的一种,呃,线性优化,呃,那, 那在如果你看到TensorFlow的网站里面输入它的TensorFlow,然后一起输入另外一个词叫做Optimizer的话呢,那你就会收到一个这样的一个页面,这样的一个页面呢,就是代表了它有这么一二三四五六七种Optimizer优化器,那你看它最开头的就是Gradient Descent Optimizer,这一节课呢,我们主要是给一些已经对机器学习 有一定了解的同学们,那,呃,Gradient Descent呢,虽然这边是Gradient Descent,但是它实际上取决于的是你的,呃,Data的Size,或者是你的Data传进去的Data是什么样类型的,比如说我只传进去我全部Data的,呃,数据的十分之一,或者是百分之一传进去,那这边的Gradient Descent呢,就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S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那S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,它的缩写是SGD,然后它是,呃,只是考虑一部分的Data,然后,呃,一部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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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学习,那这样子的话呢,它的优势就是说,我可以更快的学习到,去往它的,呃,那个Global Minimum的一个路径,那Gradient Descent呢,要花更多的时间去Training,达到同样的目的,那接下来的这几种呢, 啊,Ad Data Optimizer,什么,Ad Grade Optimizer, Momentum Optimizer,呃,最为通常普遍的呢,是,呃,Momentum Optimizer,和Adam Optimizer,然后,像这一个,RMS Prop Optimizer,这个呢,如果你知道AlphaGo的话呢,Google用这一个来优化AlphaGo的学习效率,这,这下面这些种种的优化性呢,都是基于它对它的 它的学习效率,Learning Rate的改变,比如说,嗯,像Momentum Optimizer呢,它是,呃,相当于它考虑了不仅仅本部,就是这一步的学习效率,啊,或者是,Learning Rate,它还考虑了我上一步的Learning Rate,跟,跟加了上一步的,加载了上一步Learning Rate的趋势呢,然后再加上这一步的Learning Rate,所以呢,它会比, 这种Learning Rate呢,还要快速的到达它的,呃,那个Global Minimum,就是,全局的一个最小量,那,这一些呢,它也是都是考虑了,我的一个,呃,上一步的变化呀,这一步的变化呀,或者是之前的种种变化呀,然后它会,呃,也是更快的加速到,你可以更快的到达你的,那个Global Minimum,我们来视觉的可视化一下,看它到底是什么呢, 那么优化的,比如说,这是我的,呃,机器学习,所要学习到的,就是走到这一个,Global Minimum,就是它的一个最小的值,如果你,你知道,呃,机器学习,它学的什么,就是学习,呃,从,这一个,从这个Cost的曲线呢,慢慢走到它,从这边出始的一个Cost,走到它,慢慢走到它,最下面一个最小Cost的一个,一个,一个过程, 那么这一张图呢,也就是说,它红色的部分呢,是代表着它的Cost比较大的地方,它蓝色的这个部分呢,是代表着它Cost比较小的地方,那如果我从起点,Initialize,这边开始,Initialize,然后又不同的,这一种,像这边,SGD, S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, Momentum,然后不知道这个是什么,啊,Adagrade, Adadata, RMS Prop,它有不同的学习路径,那也就是说,它,它哪一些的效率会比较高呢,我们举个例子, Momentum Gradient Descent和S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,你看S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呢,它是,它是比,其他都会要慢,但是它其实是比Gradient Descent要快, 嗯,但你看Momentum的话,它就是,给你跨一个很长的步数,它考虑了上一个Learning Rate,然后再基于上一个Learning Rate,跨一个很长的步数,然后再到下一步的时候,再基于上一步Learning Rate,跨一个更长的步数,所以说,它开始的时候,可能走的方向是错误的,然后慢慢地,慢慢纠正,但纠正的这个速度都非常的快, 那这个就是Machine Learning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了,那好,我们一般所要用到的,如果你是初学者呢,我建议你,用到Gradient Descent就已经够了,然后如果你想往更高级走的话呢,或者是了解一下这些,这些什么Optimizer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呢,我会把它的知识链接复制到我的 entirely, 或者复制到我的视频描述里面 然后呢 刚刚说到初学者 你可以用到Grand Design 然后更高一级的学习者 你可以考虑用一下这个Momentum Optimizer 也可以考虑用一下Adam Optimizer 或者是RMS Optimizer 基本上呢 Momentum和Adam Optimizer 这两个是比较常用到的一个高阶的Optimizer 然后这一次呢 就是本节的基本内容 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或者是问题呢 欢迎在下面进行留言 或者是订阅我的相关视频 我会有更多的关于Machine Learning TensorFlow 或者是Python技术学系的叫声 公布在网上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